《混零时间》维特鲁威人 他的创作者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达芬奇 很多艺术爱好者是达芬奇的粉丝 但他也有字节的偶像 其中一位就是维特鲁威 维特鲁威是古罗马一位杰出的建筑师 他写过一本书叫《建筑十戒》 在书中他描述了人体的比例 并且认为这是完美的 于是1500年后 他的粉丝达芬奇 按照他提出的比例 把这个完美人体画在了纸上 这幅手稿创作于大约1489到1490年 13.5乘以9.5英寸 由维尼斯美术学院收藏 惠林是在巴黎卢夫工举行的 达芬奇特展上看到了他 他描绘了一个男人 在同一位置上的 十字形和火字形的姿态 并同时被分别发入到 一个正方形和一个圆形当中 上面和下面的文字 是达芬奇的批注 对比例进行了细节的描述 当然关于他的传说很多 也有不少人认为 这幅画的人脸 其实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惠林拍的是原作 也就是他现在的样子 已经模糊不清 它毕竟只是一张薄薄的 500多岁的纸 极其脆弱 但这一幅描绘完美人体 向维特鲁威致敬的达芬奇的作品 也恰恰完美地表现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 人的价值得到肯定 因此可谓传奇 下一集我们去看另外一个传奇 法尔赛宫 汇宁时间 法国巴黎